- 同時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又是開高走低 而且今天雖然指數最後拉尾盤 因為今天是期貨結算嘛 對不對 今天期貨結算 所以從一點鐘開始期貨結算 所以它拉尾盤 但是我相信各位看得非常清楚 今天怎麼樣 跌得比昨天更慘 航運鋼鐵全面炸裂 對不對 航運股還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五燈獎 可能很多人都不記得這個節目了 這個節目 因為這個節目也是家瑋老師 小時候的節目 五燈獎 當年的超級星光大盜 因為很多的藝人什麼張惠媚吳宗憲啊 蔡小虎都是從那裡面出來的 好 昨天家瑋老師的標題說 好好的享受空投大屠殺 對不對 那我問你 昨天美國股市大反彈 今天台北股市開得很高 你有去放空嗎 你有聽家瑋老師的話去放空嗎 你如果你今天有去放空 我待會給各位看 你就知道 你今天真的是可以那種 享受到那種空投大屠殺的那種快感 因為很多的股票那是跌超過一根跌停板 是不是 所以我最近我一直在講 我說你還不相信家瑋老師講的話嗎 昨天下午有一堆看好陽明看好藏龍 什麼出關多出獄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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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還有人把家瑋老師昨天講過的股票 對不對 我說去年 家瑋老師會這麼不順 實在是因為美國總統川普 我完全沒有辦法去解逐他的行為 對不對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打假球 可是我說今年 換了一個正常的總統之後 他是誰 美國總統的拜登 全球最大的空投 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你會聽到這種話 只有家瑋老師一個人講 因為我跟各位講 如果今天家瑋老師是美國的分析師 我哪敢講我們的總統是空投啊 我不要命了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很多的東西你要去用 去懂他們的政治語言 我最近常常在跟各位講這個 甚至你要去懂 那個老闆他們講的話 拜登他是美國總統 所以他絕對不可能像那個什麼杜特蒂一樣 跟你講說 我們神奇 我們抓起來殺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他要的就是維穩 他的所作所為就是希望能夠緩著陸 什麼叫緩著陸 飛機啊 有沒有 要降落的時候不是這樣緩緩著陸嗎 他如果告訴你說要升息 直接硬著陸直接掉下來 那叫墜機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一定要去搞懂他們在講的話 他們的那個資質片語 蛛絲馬跡 就像家瑋老師前一天舉的 我以前看過一個歷史劇 那個胡君妍的朱元璋嘛 一個眼神底下的人就知道要幹嘛了 對不對 所以他希望緩著陸 那緩著陸股市不會跌嗎 當然會啊 只是慢慢跌啊 那你自己不跑那就是你的事情喔 你懂我意思嗎 美眾院通過1750億法案 是不是原物料大利空 你現在回頭來看嘛 對不對 航運股從他通過了這一天開始 航運股崩盤啦 是不是尖頭反轉 是不是尖頭反轉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這裡不會過高 對不對 那你現在你還認為拜登沒有辦法打擊運駕嗎 一個眼神一句話出去 大家就鼻子摸一摸啊 美國總統的權力有多大你也知道嘛 美國總統的權力有多大你也知道嘛 他說進誰就進誰 封殺誰就封殺誰 對不對 7月14號上禮拜三 長榮疊了4根跌停板36% 多少人告訴你說這148.5不會破 多少人告訴你說這個4根跌停板 它將會去複製上一波往上衝 教育老師怎麼跟各位講 我舉了兩個我認為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 我說上次長榮4根跌停板在這裡 我畫圈圈在這裡 台北股市因為疫情的利空花了好大的力氣 灌了2000多點才把長榮打4根跌停板 那會不會創新高 我都說大盤會創新高 最強的航運股當然會創新高 可是這一次長榮4根跌停板是這裡啊 是因為拜登基建案過關之後的原物料崩盤嘛 所以他還會再創新高嗎 不會因為他會肩頭反轉 第二個當年的一個肩頭反轉 為什麼我要舉國去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原物料股早就已經爛10年了 所以上一個可以拿來比你的那個景氣循環股是他啊 景氣循環股就是跟著報價走的嘛 被動原件面板什麼對不對 那個時候你還記不記得這時候衝到高檔的時候 那時候節目怎麼做 我跟你講那個光華商場很多人你知道那被動原件買不到啊 那個中國大陸的那個什麼牆我忘記了 哇那電子市場真的買不到很多人就是拿出來賣很多錢對不對 前幾年炒網卡的時候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就這樣一路這樣炒對不對 等你看到他基本面建高點的時候股價已經從1310塊跌到580幾塊 你還跟我拿基本面說嘴是不是 好再繼續講 這個禮拜不是大家說超級航運週 我從上禮拜五就跟各位講你不用去期待這禮拜 我會不知道這禮拜超級航運週嗎 我會不知道禮拜一揚民法說會 禮拜二萬海股東會 禮拜三今天長榮解禁長榮股東會嗎 我知道啊 但是我反而跟你講說這裡是好空點不是嗎 上秀奪秀到底奪秀我也搞不懂 因為我跟各位講嘛 你為什麼不用去期待這個 你期待他法說會講什麼 他能講的最好的東西通通寫給你看啊 哇陽明五月獲利大賺百億七月七號建高點耶 他還能再講多好你告訴我 陽明六月營收第二季營收加上上半年營收 三創新高在這裡耶 那一天劍報的時候七月十三號打跌停板耶 那我問你你還要期待他法說會嗎 當然你現在你看到結果論昨天差一點打到跌停板 今天一根跌停板 結果論每個人都會講 馬後炮人人都會放 你看到現在很多分析師開始馬後炮開始打落水狗 問題敢在上個禮拜五告訴你說下個禮拜 航運股不用期待的誰就家衛老師不是嗎 然後我說萬海根本不用期待啊 喔對我還要說這個禮拜一的時候怎麼沒人講 欸七月二十號增值股上市耶 我說券商尤其是元大證券 他被迫買了這麼多他會不會到 好你自己去看昨天元大證券倒了幾千張出來 是不是那後面還有嘛就繼續倒嘛 不然為什麼今天陽明會又再一根跌停板 那萬海咧萬海需要期待嗎 萬海五月獲利意外下滑是因為他開闢新航線 所以他美國開闢新航線請問你多利空 利空耶是不是 所以你看嘛你一定要去懂那個老闆講的話 我昨天跟各位講陽明跟你講了一大堆 什麼塞港夢業又來了啦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我只看四個字 你聽法說會你只要聽四個字 比如說上半年法說會你只要聽他對下半年的看法 記者一定會問 然後老闆說我對下半年的看法叫做 我認為可以維持高檔有沒有 維持高檔 這句話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說以他現在最好的狀況去看到下半年 只能夠跟現在一樣好了 好也只好這麼一點點對不對 那請問維持高檔 下半年景氣維持高檔這四個字 是利多利空 利空啊 利空啊你懂不懂 因為他能看到的就是跟現在一樣好了 那萬一有一個反轉就奧子啦 不是嗎 所以嘛 你看喔 昨天萬海不是法說會講很多 什麼又授權三百億 給那個董事長要再擴充團隊 我再跟各位講一次喔 未來萬海一定是賠最慘的一家 因為他船對擴充太多 景氣一反轉他絕對賠最慘 你講這麼多我都不要看 我只看你對下季的景氣看 基本上陽明已經講完了啦 就基本上就已經板上定定了嘛 但是我在天地你萬海怎麼講 結果你萬海怎麼講 來 下半年審慎樂觀 這四個字很有趣啊 我問你審慎樂觀是審慎還是樂觀 我跟各位講這四個字你一定要看懂 我跟你講老闆啊 他只要看保守的時候他就講這四個字啦 你有聽過哪一個老闆在那個法說會講說 我們公司完蛋了 你有聽過哪個老闆講說沒有啦 講最差就這四個字啦 來我給各位看喔 來來來來來 你看這我網路上查的 你看 不知道是誰發明了審慎樂觀這個詞 表面上是堂皇華麗 實際上概念空虛 從字面上來解釋應該是意思說是樂觀的喔 但是因為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所以不能太樂觀 審慎樂觀 好 然後兩年前的PTT還曾經有人發過文 來 我放到我看到這我都快笑了 每次看到公司法說會說審慎樂觀都覺得害怕 因為講完不久就死了 到底審慎樂觀的結局是樂觀嗎 為何用字不乾脆寫保守寫衰退就好了 重點是老闆不能講這種話啊 拜登也不能跟你講說我要升息了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好你再來看 對不對 昨天美國股市反彈 大家還在晚上在那邊嗨對不對 好 這是今天早上教育老師給你的指令 8點53分 來你看我寫的東西 來 美國股市大跌隔天出現反彈 這是正常的技術性反彈 所以我們台股昨天根本就不跟 你看我們台子期昨天多弱 你如果按照過去來講 美股不是大跌之後隔天反彈嗎 台子期會漲得比前一天跌的還多 對不對 結果昨天你看他有沒有跟 他是很勉強最後才跟上去的 好 陽明昨天召開法說會航運股全面重挫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陽明對於上半 下半年的營運看法叫做維持高檔 這就傲子了嘛 好 萬海昨天召開股東會景氣看法是省慎樂觀 那這就與陽明是大同小異 顯示航運股的高點已過 儘管今天早上出現反彈 未來人會向下破體 今天的航運股有沒有一個燈兩個燈 三個燈四個燈五個燈五燈獎 今天長榮召開法說會 來來來你聽他怎麼講 來來來 下半年事況需求未歇穩步向前 明年還是蠻樂觀 是蠻喔 蠻樂觀的 你覺得 所以你覺得為什麼會跌停 對不對 我再跟各位講一次 當年啊 人家國劇這邊開法說會怎麼講的 三年看不到烏雲啊 股價這樣子跌 我唯一一次聽過老闆講說 完蛋了 景氣完蛋了就是這一次 六月六號國劇開股東會 陳泰銘講說景氣完蛋了 見高點 我當時候我還在字卡上面下說 老闆講的話你要反過來聽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做多國劇的 我們國劇從這裡空下來 我們這裡做多上去 是不是 老闆的話你一定要聽得懂 總統的話你也一定要聽得懂 我是說美國總統 我是說美國總統 所以我現在跟各位講說 過去的景氣循環股一定都是肩頭反轉 你信了嗎 我跟各位講說這一次台北股市 它複製的是什麼 2008年的起手勢 我說一模一樣 這是今年的圖 這是去年 這是2007年的圖 有沒有一模一樣 電子股的高點 傳產股的高點 後來它崩了 所以接下來迎接的就是金融海嘯 十年限對勝跌幅 所以你還認為錢要去電子股嗎 我這樣跟各位講 我寫得很明白 教育老師寫的都是很明白 今天你看到航運鋼鐵 還有其他的傳財股 全面爆疊 全面崩盤 不要心存僥倖 接下來就輪電子股 復巢之下無完卵 十年限對稱跌幅 這只是剛開始 下一階段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陳東東部 陳老師刻苦是大風蝶 今天入會一律三八折大優惠 今天入會一律三八折大優惠 希望難得盡情把握 數價專線 022752586827525868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險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盡一定貸出 陳東土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土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陳若故陳老師 刻苦是大風蝶 今天入會一律38折大優惠 今天入會一律38折大優惠 希望難得盡情把握 數價專線 022752586827525868 早前聽到犯疑心就怕 現在我們都有機會做法官 2023年國民法官制度要開始 重大案件第一次有六位民間因素 和三個法官一起來心理 人民的觀點 人民的感受 重處受重視 做國民法官不是我們的觀念 也是我們的積極和義務 國民法官制度 需要我們重甘 堅定來支持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那這個階段一開始 我先澄清一些謠言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網友 不過因為現在很多的軟體 什麼PTT對不對 然後什麼股市同學會 那上面有時候傳一些東西 我真的覺得防不勝防 很多都是謠言 你知道這種謠言 有時候傷害到分析者的聲譽就算了 有時候還會害分析師打起來 你也知道像是去年前年就是這樣子 其實都是因為那個網路上的一些 誰誰誰是不是跟誰誰誰作對 誰誰誰是不是故意去空誰誰誰的股票 打起來 比如說我昨天看到這個 我本來我對這個東西都笑一笑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澄清一下 因為我昨天在PTT看到一句話 有一個網友講 今天家瑋空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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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誰的股票 無黨重四黨這案情不單純啊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對不對 但是我跟各位講 其實分析師不都是在決戰熱門股嗎 我們看空航運股有更多人看好航運股啊 不是嗎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昨天看到這句話 我就去問了嘛 我說對不對 這是我們成通高峰會 三個人而已對不對 我跟另外一個分析師還有我們的那個經理 我說我都空到你的股票 然後我們經理說是啊 然後那分析師就說很好啊 然後就這樣 所以我跟各位講做個澄清 做個澄清以後不要 就是因為你知道嗎 這種東西有時候謠言啊 不是指現在謠言不是止於智者 現在真的是三人成虎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看到很多那網路上 那種帶風向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以後不要再有類似的這種 什麼串通好一個做多一個放空 喔這樣子喔兩個都可以勝利對不對 陳媽媽最高興 沒有這回事好不好 沒有這回事好不好 各自做各自的 OK對不對 我甚至我還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能看到其他分析師的股票 在我們公司是這樣子 好所以說就做一次澄清就好 好這一次你自己去看看 我一直這樣講 去年我真的是被川普害死 可是當今年拜登回來之後 你能夠正確的分析 一切就能夠回歸正軌不是嗎 重點是你們現在 還有很多人把拜登當川普啊 再用去年川普的那一套做股票 我跟各位講你保證 賠到你較不敢 那你看這一次我們從5月12號 我跟各位講說從這裡 疫情是股市的利多一筆花上去嘛 對不對 我說會創新高啊 對不對 我們做了很多的股票 我們曾經做過彩晶 對不對 三根漲停板 沒有人要理我們啊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 航運股比較強嘛對不對 我們也做過宏達電 我們也做過很多其他的股票 那最有印象 我相信你們最有印象應該是這個 霸占矽晶圓 對不對 你們也看到現在矽晶圓有多強 你看 當時候我說霸占矽晶圓 沒有人要理我啊 我說什麼 對不對 你電子股你唯一可以買的就是矽晶圓 不是嗎 好 那當然啦 到今天我也不建議各位買今天 對不對 後來指數真的創新高了 對不對 再來7月6號 我跟各位講 我們初清了 高檔保留實成現金 將會是未來市場上最大的贏家 好 然後呢 隔了一個多禮拜之後呢 你看連續黑K棒 我說差不多了 台股將要全面崩盤 空軍召集令 對不對 講完隔天傳產就畢業潮了嘛 對不對 好 我說啊 你這麼想做多 你為什麼不會等到融資斷頭 再進來做多咧 這是複製2008年的走勢的話 2007年的走勢的話 這裡只不過是一個15159 這只不過是一個小融資斷頭 未來這個點會破 融資也會破 會有一個更大的融資斷頭 當然 我在一個禮拜多前在講這個的時候 我是被當笑話 我是被當笑話 就是因為我被當笑話 才會有這麼多人賠這麼慘 因為每個人都要咖啡家為勞資 不是嗎 當時候 其實我們先空的是 電子 比如說像我們空這個 一樣景氣循環 彩晶啊 尤達啦 對不對 你自己看嘛 我們這邊做多過一段 強反彈一段 逃命反彈一段 後來跌下來 橫盤整理 均線糾結空投排列 這種股票你不空 你去看這種股市價走勢圖 是不是肩頭反彈 我跟各位講 未來啊 航運股啊 鋼鐵股的走勢就像這樣 跑不掉了 然後後來 橫盤整理一波之後 還會再像一下 那是因為這裡景氣還好 現在股價就不是這樣走 今天有利空對不對 財經獲利回 是不是崩跌下來 對不對 這個叫牛刀小事 因為我們可能過兩天 才要正視全面性的進攻電子 當然我們會把航運鋼鐵 就回補一些 到了上禮拜五 我說我們今天開始全力放空 航運鋼鐵造紙空義行 你看義行到昨天爆跌對不對 今天26201的義行不用講 再跌對不對 正德 到昨天大跌 今天的正德2641 跌更多對不對 中行每天大跌跌7%跌5% 昨天再跌5% 今天的中行 像這種股票很多都不要再追空了 你懂我意思嗎 不要再短線不要再追空了 威智有沒有 我說我們一開始沒有空不鏽鋼 我們空這位置 今天2028位置 有沒有 子類股 子類股跌得比較慢 但是也沒什麼差 今天1905 融程 對不對 今天的融程 這個也不要再追了 這個也不要再追空 我們可能會把它回補 把資金挪去空電子 好 禮拜一 對不對 空陽明 陽明不用講 陽明昨天差一點跌停 今天就跌停了嘛 台波 對不對 會陽KY 禮拜一 除全息 代表他可以開始空 對不對 今天會陽KY2637 陽明2609 剛剛沒給各位看 跌停數 是不是 好 昨天我說 拜登空頭大發威 會員空單大獲全勝 對不對 我們昨天 不鏽鋼我說昨天很兇 兇什麼 空啊 大成鋼 星光鋼 夜輝 今天我說嘛 夜輝解禁 空給它爆 對不對 今天早上它再彈起來再空 那今天咧 來 早上空陽 長榮 第五根跌停板 空台華空 跌停板 空四圍航 跌停板 基本上我們現在資金已經空滿了 所以我說 有些航運股你不要再追空了 因為我們要把它獲利回補 開始準備轉空電子股 所以我說接下來 接下來你還是要放空 你才能夠好好的去享受 空投大屠殺 這個專案請各位好好把握 因為它是一個現實專案 我們明天見 陳嘉偉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 盜用陳嘉偉老師照片以及簡介 收取不當的會費 以及開課費用 陳嘉偉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本人除陳總統顧聯絡電話之外 個人絕無經營任何FB Live或其他粉絲團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Youtube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陳若故陳老師 刻苦是大風疊 今天入會一律 在一起 谢谢大家